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新聞媒體總監 然後修傑林是創意總監 那我們剛剛看那個30秒的一個短片 也就是你們這個辦公室發想去製作的 那這個跟以前大家觀念中的 國民黨很大的差別 以前大家覺得國民黨比較老 比較保守 那這次看起來有很多的年輕的發言人 年輕的幹部 然後你們其實我手上 剛剛那是VR1對不對 那另外有蕭青陽設計封面的 因為他在葛萊美得了好幾次獎 入圍 那也是國際知名 然後設計這個 這裡面還有十幾個 這裡面有四首歌 這是我們這一次VR1的專輯 對 那我們這次專輯裡面很特別是 我們四首歌 一首是VR1的快版 一首是慢版 是由馬總統跟一百位素人 一起完成這個MV 還有兩首一首 馬總統有唱嗎 馬總統有在裡面有一起唱歌 跟素人一起 是他有沒有不讓素人他自己獨唱 他唱其實蠻開心的 他平常去唱KTV的時候 都一個人唱 一個人一個鐘頭要唱40分鐘 很愛唱 對然後還有包括一首是台語歌 一首是客語加原民歌 所以四種語言我們都有兼顧到 是是 好那 就是說到底 就是這一次台灣加油戰 用你們這些年輕人來發揮來表現 你們到底怎麼 第一個你們為什麼要參與 第二個你們到底想表現什麼 然後你們跟年輕人互動怎麼樣 現在我們重視年輕選民 重視手投足 那你們到底要怎麼來爭取他們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明顯 我們這一次台灣加油戰的競選團隊 多了很多新生代 新世代的面孔 那大家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形式 包括剛剛觀眾有看到的 我們用一個唱歌 參與一個ban 親生參與ban的一個形式 那也可以有一些跳戰舞 或是參與一些單車活動 以及民主選戰營的這種方式 讓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群年輕人 不只是可以在這個團隊裡面 展現出一個獨立的特質 而且呢在這個舞台上 我們可以用各自的專業 去讓我們自己有更多 發展我們自我的機會 而且還可以培養很多 我們團隊合作的一個默契 所以大家一起來為這個 戰身家族 或是我們的競選團隊 一起來努力 所以對我來講 這四五個月裡面 我的生活非常的充實 雖然累了一點 但是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的視野 開拓到更 前所未有一個更高的視野 可能不只累了一點 按照 按講法 其實我們在你們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這個觀眾也看到 有這個帶子在揉握 你們的這個作品 好 那 除了累了一點以外 那到底有沒有爭取到這個 手頭組 又到網路 各方面都有 到底怎麼樣 就是這些年輕選民 跟你們的互動如何 我想可能一開始在網路的時候 我們以往 都是在網路上面 就是很直接的告訴大家說 國民黨以前做了什麼 就很平鋪直樹的告訴大家 但這次我們完全不一樣 比方說像總統這 三年多以來的政績 其實我們現在我們呈現 我們也設計了一些 Q版的這種文學 有六個 對 有六個這種文學 那一樣我們在發佈出來之後 馬上很多很多的民眾網友上面 就在網路上面討論出來 這也是以往以前 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用網路上面 大家熟悉的語言 熟悉的平台 像馬總統也設立了臉書 他的粉絲也達到一百多萬的粉絲 所以就是變成是一種很不一樣 開創以前很不一樣的一種 選擇方式 其實這個年輕選民很不一樣 我聽我小朋友說 國慶那天臉書上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相片 換成國旗 整個臉書台還都是這樣 好像變成 大家哇這個 從來沒有這麼熱愛 中華美國熱愛國旗 變成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 這種強烈的氣氛 所以你看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 就是我們用潮梯的方式 來表現出年輕人認同國旗 愛國旗的一個方式 好像有一個MV也是 國旗女孩 國旗女孩 也討論滿熱烈的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一次 有推出一個 國旗女孩系列的一個網路影片 一個所謂的網路為電影的部分 但其實國旗跟中華民國是 我們大家從小就認同一個最大公約數 那我們希望用一個輕鬆的方式 然後用一個愛情故事的方式 能夠引起年輕人的共鳴 然後覺得政治其實距離我們 並不是那麼遙遠 但其實我們可以不分顏色 然後在一個最大公約數底下 共同去追尋我們的夢想 所以這種天天秘密的愛情故事 其實是我們這一次 在這個活動 在選舉過程中 希望能夠讓年輕朋友 或者是認同我們的人 能夠支持我們 這裡面有個笑話 不是笑話 有趣的就是 原來劇本裡面 是男生追女生的 後來我們發現 男生大家都有個夢想 是希望有個美女追她 也許會有更多人看 所以當場我就去勸他們 把劇本調整一下 結果出來以後 發現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這個 最愛的就是英偉 所以很多男生一直充滿了 對 充滿了希望 美女來主動示好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卸購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不會喔 這是所有男人的夢想 夢裡的情境 一定要澄清一下 不是只是因為 女主角是很漂亮的正妹 而是因為也認同 我們這次的理念嘛 認同中華民國 認同台灣 凹得很好 所以因此就 怡情做愛上那個男生 對對對 這都是一體 因為這其實是 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嘛 對不對 剛剛也講到很多透過網路 把生活方式 帶進選戰當中 讓選戰同時也成為 生活方式的一些 我們目前到現在的做法 那我們在網路上也 公開招募大家 來跟台灣加油站的成員來互動 那你可以來參加民主選戰營 到目前為止喔 不是只有網路世界當中有成效 而且我們也實際上 走到在地去貼近 那些實實在在在存在 我們生活周遭當中的議題跟人 舉幾個很簡單的理 這是高雄橋頭的堂場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的加油站的 林毅市副執行長 親自跟大家在場互動的狀況 那除了這個 這個例子之外呢 我們也去了其他很多的地方 包括了金老師在基隆 來親自演講 跟大家演講 怎樣來關心基隆 在地議題 大航還是我們主題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辦 對然後台中 吳院長有去 然後馬總統也親自到台南 那一般人想去都可以去嗎 只要上網報名 然後是年輕人級就可以了 我們是以往像民進黨很多年輕的選戰營 都叫人家文宣的工房 或者是主持青年團去嗆聲或什麼 這一次我們特別強調的是 希望年輕人 因為希望他們真正來關心公共事務 所以這一次他們這些選戰營也好 或一些文革日資會這些 都強調在地文史 所以我們會請很多在地的文史達人來上課 然後帶他們去參觀當地的文化相關的 有一個問題請到在座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就是說年輕人其實滿憂慮 因為整個世界經濟在變動 滿憂慮前途的 有的找工作也不是很好找 找到待遇也不是很高 有不安全感 有無力感 那為什麼這個就是說 馬英九要怎麼 你們怎麼相信馬英九會帶給年輕人希望 或是你們認為馬英九要怎麼帶給年輕人希望 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馬政府這三年多來是給我們一個安定的 安定的一個期許 那其實現在年輕人比以前的年輕人來的幸運 是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去做夢 而且有那個機會去實現這個夢想 那以前你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 才有可能去完成這個夢想 但現在你透過網路 透過很快的速度 你可以在一夜之間你就可以沉迷 可以獲得你的夢想 那我覺得馬政府最重要的就是 他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安定的環境底下 在兩岸沒有危險的情況下 讓我們繼續做這個夢 安定和平就是 可以讓我們去實現這個夢想 大方向是這個樣子 那網路上的人現在也許看到這個節目 都開始檢驗說今天講的是對還是錯的 那這是我們生活這個時代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生活方式嘛對不對 那重點是什麼 把實際上的政績跟政策拿出來 也是我們非常認同的關鍵之一 那舉剛剛就是主持人所提的例子 就是說就業這東西到底怎麼樣 其實從親府會 勞委會 教育部到 其他的總共有八個部分 合起來推了一個叫做 青年就業接軌方案 就是馬政府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成績 青府會也推了青年的創業貸款 跟勞委會一起 那同時呢針對弱勢家庭 也有我們的經濟弱勢家庭再學青年的公讀計畫 這一些全部都是政府在這三年多以來 為了讓青年就業能夠達到更好的成績 而實質推出來的政策也有實質的效果 除了就業之外 青年人也關心其他的問題 包括能不能好好的就學 包括能不能安心的成家 那麼內政部有安心成家方案 兩百萬兩次的購物貸款 那青年安心就學方案也最近提出來 總統也親自宣示了 包括延長學貸的還款時間 犯寬申請的門檻 以及中立收入戶 有更多的金額可以來申購 這全部都是 發言人 政策進行去組 他一下兼學了 人家說他不懂十二台建設的這個 我們問問兩位女生好了 所以像我是一個 身為一個四歲小孩的媽媽 我覺得這三年多來 妳是媽媽了 是 是媽媽了 那就是說 其實在這三年多來 馬總統特別是在那個 育嬰津貼的部分 還有一些五歲幼頭免學費的政策 我想很多新手媽媽媽 年輕媽媽都可以感同身受 因為像我來講 如果我想要去申請育嬰津貼 我可以半年 在家裡有新的情況下 我可以安心的去 轉換我自己 身為一個媽媽的角色 也可以很安心的在家裡 在經濟沒有狀況很多的時候 可以好好去養育小孩 年輕媽媽來 韋國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點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總統很懂得聆聽青年的聲音 因為像我之前 在總統府服務的時候 跟總統去了非常多校園的行程 總統非常在意 一定要面對面 跟學生來交流 所以他不願意像一般的政治人物一樣 站得遠遠的 看著學生 我演講他們被動的吸收 總統走到台前面 跟他們一對一的問答 還有像總統每天都 雖然國政這麼的忙 他每天一定留一段時間來上臉書 來看一看網路上 年輕的學生 他每天都會這樣看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好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謝謝金執行長跟我們五位 這個台灣加油站的年輕朋友 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的觀眾來溝通 謝謝 謝謝 謝謝